向美国来买这个军事用品 而不能够跟其他的国家溢价 因此他要控告李登辉 陈水扁还有布希三人 涉嫌图理 说到对美军购 李敖火得很 直批台湾太软弱 一昧接受美国倾销武器 我查到最新的 美国参议院的 中众医院的记录 他说provide 有括号 without charge 免费的 美国都说免费 我们花了27年的时间 付钱 台湾人是不是见骨头啊 这还不打紧 李敖还说要提告 写好状子 连律师都请了 找来女儿一起当提告人 被告是美国总统布希 还有李前总统和陈总统 最前是公务员图理 因为我们连续卖了27年 所以我状子里面谈到了 蒋经国也被告 可是蒋经国死了 一反不能够告 所以呢 因为我们已经上当上了27年 台湾到今天为止 查得出来的钱 是已经花了6600亿 元达头的钱 就是不让军购过 李敖还事先警告 蛮久可能在军购案上放水 请大家当心一个可爱的人 可爱的小马哥 可能出卖我们 他这次到美国去 就可能会出卖我们 我们要当心 小马哥可能是一个 天使脸蛋 魔鬼心肠 很难说 这李大师越告层级越高 难度也越高 但提的只是形式告发状 也就是说警告意义 高于实质意义 动物新闻李云正陶企龙 台湾报道 入夜之后 示威学生仍然不肯散去 不断用杂物订向警察 数以千计学生 在巴黎市中心示威 聚集在几日前 一度被学生占据的 索邦大学附近 同警察对视 街角一间报纸当 被学生大事破坏 放火烧毁 大批防暴警察 捉起人墙 向示威学生推进 学生就向警察 扔石和玻璃瓶 还有人将奴牌拆下来 混乱中有警察 被大批学生包围 逼着要后退 警方发射催泪弹 和水炮驱散人群 多个学生被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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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下 坐下 示威者是不满政府的新劳工法 认为剝削年轻工人的权利 在全国多个大城市发起示威游行 参与的有大学生 也都有中学生 警方指各地示威人数大约25万人 主办单位就说超过50万人上街 受到学生示威和罢课影响 法国三分之二的大学要暂时关闭 或者受到严重干扰 另外,巴黎就有80间中学参与抗议 这次示威浪潮持续多日 令总理德维尔潘的声望受到打击 他表示愿意就新劳工法 和工会展开对话 但就无意撤回 有线电视记者曾经报道 但事实上 中村夫妇今天还是把话说得很硬 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 因此还引发了普理民众公开开骂 快70岁的中村太太 被骂得当场哭了 日本中村夫妇对南投普理 还是有很多不满 中村先生大力抨击普理的环境 认为不适合住人 还有政公所的常驻广告 夸大不识 这些问题都是在中村先生坚持 等到TVBS翻译来了之后 才愿意开口 尽管有再多不满 但都是环境问题 中村先生对台湾人印象还是很好 中村先生建议台湾政府减少 汽机车的使用量空气一定会变好 如果能够改善 他会考虑再来台湾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中村夫妇一肚子的委屈 而普理民众的心理也很不好受 他们说中村夫妇说普理不能助人 那么难道他们不是人吗 而普理民众今天是非常气愤的回击 说他们也不会再去日本观光 你是普理 普理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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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我们公道 我让我们公道 普理人发出正正怒吼 当初他们把中村夫妇奉为上兵 却换来无情的批评 让他们很受伤 我爸记得了 我来胜心的爱 我来胜心的对待 我来胜心了 部会是相争的 这害了我们普理人这么质 一句句的打游师 是现在普理人的心情写照 他们非常愤怒 中村先生口出恶言 你不是人 你不是人 如果这样 你不是普理人 今天不是在旅游 它是要长住三个月 很多当地的市鱼 跟它日本可能不太一样 吃的住的也可能不太一样 他们请中村先生好好反省 到了新地方就要试着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 不给浦里人改善的机会 就对外大肆批评 他们很生气 有的人甚至说不会去日本观光 不过也有民众说日本环境真的很干净 浦里人的确有学习的空间 只是这一次中日文化的差异 沟通不良引发浦里人愤怒的情绪 可能一时半刻也化解不了 TV变子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今天有点来关心319陈嘉仁大翻供 今天又有最新的进展 继陈毅雄大儿子指控警方不让他请律师之后 二儿子陈建州今天接受我们独家电话访问时 他首度证实他的自白书部分被警方修改 有的甚至已经偏离原意 时间是94年3月7号 陈毅雄的家人被层层保护包围 坐上警方的侦察车要到警局做笔录 随后319枪击案就宣布破案 但是一年之后的现在陈嘉大胆翻供 陈毅雄的二儿子陈建州 坦诚自白书遭到修改 知道有被篡改过是不是 对啊 有人修饰的啊 有一些内容是一样的 当然他有一个有差异啦 自的那个用意上可能他们要表达的跟我们要讲的可能不太一样这样子啊 原稿就在手上陈建州大胆说出自白书遭到修改 但是被所谓修饰的到底是哪一些部分 他不敢说明白 似乎有所顾忌 而近日也要翻供 平平上媒体的黄维帆 给外界的感觉和陈嘉很熟 让陈建州不以为然 那个叫二姑嘛 二姑已经很久没有住在一起了 对啊 对啊 跟他们提醒我是不太晓得的 是他的说法我也不晓得 对啊 我本身很少看到他啦 那一年 可能一次吧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自己去联想吧 面对陈嘉的质疑 检察官下午紧急做出说明 陈李淑江请我帮他看看 内容有没有不顺的地方 于是我就在上面做了一些修改 请他拿回去参考 是单纯的建议他你们参考看看 这样写会不会比较顺一点 没有什么篡改的情绪 假官强调为了保护证人的身份和权益 在家属同意之下不更动原意 做了部分的修改 TBS南部综合报道 您刚看到这个陈奕雄的儿子似乎要和黄维帆划清界限 而由于黄维帆的说法一变再变 今天还有人质疑 他是不是幕后的藏进人呢 对此黄维帆今天震怒驳斥 他说他这把年纪还有什么好真的 我们等你来看看这位关键证人 您所不知道他的另外一面 他每天外出都是在卖豆豉 所有的钱都是花在照顾他15人的儿子上 录料下重话 毫不容易等到蓝军立委点他上台 他就这样站在侯友宜左前方一公尺 背对着挑战他 这份声明书不错是家属写的 但是经过王生荣检察官修改过的 怎么解释 尤其修改的第一句话 人家家属勉强接受 他说针对陈一雄涉嫌319枪击案 直写针对陈一雄涉嫌319枪击案 高分配的爆料现场人都竖起耳朵 但检警说仔细推销一下 这两句话根本只是论事 不影响原本的意思 这也就是为什么侯友宜会污住嘴巴 笑得很不屑 连解释都省了 一个上午杠上立委单挑署长 累的时候就闭目养神 张希光说他还有很多很多证据 要大火等着瞧 TB新闻陈一伟 如晃昌西澳洲台北报道 侯友宜今天显然是有备而来 和前几天他发飙开记者会大不相同 今天即使国庆立委拍桌怒骂 他还是微笑接招 甚至强调319案的报告 一点瑕疵都没有 立委把监听和通联记录混为一谈 侯友宜长的解释把立委激怒了 我说我解释一下 你这是被执询的态度吗 因为有委员在问我 是我在执询你还他在执询你啊 我是讲你的狡猾啦 没有狡猾 很抱歉 我很实在实在 我用专念 我提问你你眼睛看的那个地方 我没有 回答那个地方干嘛 我看伪 不是我看过伪 立委派众呵斥 侯友宜始终是瞇着眼抱以微笑 这和他在12号的记者会上 红眼发飙的表情成了强烈对比 立委猛光319抢击案 他也一一拆招 他现在说买的全是白千单 他事实上他整个公司下来 他根本没有看清楚 侯友宜亲自出马询问的时候 当然是意义非比重大 对象非比重大 所以这个没有录影这个事情 我们是非常不解啊 承理石江的身份 他是以证人的身份 证人的身份在整个形式 是从我的规定里面 并没有所谓的要录影也要录影 整郭书春会来 我去七一检 拆帅一检来抄 叫林郭春来关罗阿国 你较快啦 我承议上会来挖吗 这我没意义 我做就这样 好有一身段很软 但捍卫检警的话 说得比先前更明白 这一百二十五个手 是我干警察以来 从来没有看过 一点瑕疵都没有 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过 他是唯一的焦点 他的长官内政部长李毅阳 却被晾在一旁 逮到了空档 李毅阳赶紧放话 挑上马英九 是不是马主席有这种勇气 三天三夜啊 下去做辩论 被警方策动后 夫人终于和他的男友出面投案 夫人头低的不能再低 因为他很羞愧 做妈妈的 看到儿子被男友拿菜刀 砍了二十几刀 没报警 反而汉凶嫌落跑 而被砍的张姓男子 现在还在加护病房 伤势严重 住院观察 他昨天晚间 从后的面貌 东森新闻台连日来的呼吁 统独休兵救救孩子 这个系列报道 家长要看 学校要看 政治人物更要看 不要再打口水战了 花点时间来关心 这些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听听他们的声音 看看现在的他们在哪里 人吃不用钱的 软硬监司 拜托他 请求他 向爸的风格是 去找他 把他找回来 今天头条看这里 我们要报道的这个新闻内容 相信你并不陌生 换个学校 换个小朋友的名字 每隔没多久 这个内容就要出现 这正显示 台湾社会孩子的问题 如此严重 今天出现的这个事件 是在台北县的 三重壁华国中 这名国三的女孩 黄毅婷 上个月28号 就音讯全无 家人极度担心 明察暗访之后 发现她是跟一位 同校的男同学 最后出现在网咖里 双方家长因此互相指责 但最重要的两个孩子 到现在仍然没有下落 画面当中你看到非常激动的 是女孩的妈妈 今天拜托媒体帮忙 携询现场情绪失控 当场昏倒 道歉 不过最后反悔 一个小时之后才出现 现场呢 讲了一段让大家震惊的话 他们说不想道歉 也不愿意跟公所的翻译 进行沟通 现场的居民当场破口大骂 结果把这位中村太太骂哭了 后醉酒的埔里居民 指着中村夫妇彼此大骂 中村太太被突如其来状况 吓哭了 你请说 原本下午三点 中村先生打电话表示 要到埔里政公所致歉 时间到了却不见人影 过了一个小时 中村夫妇突然现身 提着简单行李到公所 却否认要道歉的消息 坚持不汉公所的日文翻译沟通 中村夫妇表示 台湾人大部分都很任心 但大环境却不如他们预期 与当地居民的沟通 也是问题之一 面对媒体大批包围 两人沉默再沉默 东森新闻 蓝菲宣传剧院邱瑞阳 南投采访报道 好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甚至包括第一家庭 你知道吗 总统夫人吴淑珍女士 要暂时搬离官邸了 当然不是因为 跟阿炳总统吵架 而是因为官邸里面 有好多的跳蚤 这是因为第一夫人 吴淑珍女士 当初好心收容了 好几只流浪猫 没想到造成了跳蚤入侵 现在官邸要全面消毒 那么总统希望 身体比较弱的吴淑珍 先回民生东路的旧家 来住 以免过敏 总统夫人吴淑珍 手中抱的就是 她的爱犬Honey 她到底有多爱Honey呢 从她愿意为了Honey 从官邸搬回民生东路的家中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因为有看到 在这儿跳蚤 在对Honey的心里跳出来 跳到人家的心里 当然全去找 你当然是要消毒 对吧 不然夫人身体也不好 跳蚤油对不好 所以要快回来 原来是一项喜欢动物的总统 在官邸中收留了一些流浪猫 全一个猫的身上有跳蚤 让Honey也被传染到 因为官邸要全面消毒 但又怕夫人的身体比较虚弱 所以搬回民生东路的家中 只好让忙于公务的陈总统 总统独自一个人住在官邸了 总统有官邸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出现跳蚤不止总统给自己一个人待在家中 Honey也免不了要被处理一番 就算管家说Honey变得很可爱 被剃了毛的他大概也很难开心 反倒是赵一安 赵一婷两兄弟最开心了 兄弟俩还在家中抢着跟Honey玩 对他们两兄弟来讲 这也算是另外一种收获吧 总统新闻 李嘉欣 钟家豪 台北报道 好 在台南画面中 你看到这位打赤膊的民众 为了参加在这个星期三一八举行的大游行 他从家乡台南县要一路跑跑跑 跑到台北 沿路有很多民众帮他加油打气 他自我诠释 说是为台湾民主而跑 虽然脚受伤了 但是他表示用爬的也要爬完全程 打着赤膊穿条短裤 刘京成一步一脚印 从台南严省到往台北跑 为的是参加三一八大游行 为了台湾民主 我脚强了 真不怕 真用不怕 我就用 用白也就用白 用练的 我就用练的 我精神就是这样 去年的三二六大游行 刘京成也是用跑的去参加 不过这一次他的左脚挫伤 只能用走的完成 他表示已经用跑步还台六次 他的车子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 连食材都是从家里带来的蔬菜 虽然餐风露宿 不过他甘之如頤 刘京成已经六十六岁 不过三指伏地挺身的功夫 可是连年轻人都自叹不如 他说自己每天跑步二十五公里 锻炼强健的体魄 而他这样不停地跑 还被许多人取了台湾阿甘的名号 读人新闻 张世燕 苗栗报道 另外在嘉义县有一个周姓家族 两代里面十个人中风七个人死亡 患者全部都是非常严重的脑干出血 而且医生认为跟家族遗传有关 后来发现不只是父系如此 连母系也有很多人中风 医生认为除了遗传之外 也跟这个家族特殊的生活习惯有关 周小姐在医院照顾的是她的三哥 她因为中风陷入昏迷 在周小姐细心的照顾下 病人慢慢复原中 现在慢慢复原医师嘛 现在几乎都三个人 人家医生都说话 就叫去外面说话 不过三哥的中风 却让周小姐深感恐惧 因为摊开周小姐家族的病史 她的父母兄长 以及伯父伯父的儿子 还有母系的阿姨 姨丈已经有十个人中风 而且都是总统不息 不要说27年来 台湾都得